创世基金会台东分院为了筹募扩建的经费 数号上午特别邀请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玻璃救援小英雄 来到台东体育馆展开公益手艺 可爱又活泼的玻璃 吸引了600多位小朋友和家长们前来参加 也希望透过入场券的收入 为台东分院的扩院工作来集气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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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有机器 往前 往前 放心一点 救援小英雄Poly一登场 引起了台下的小朋友们一阵骚动 期待已久的Poly终于现身了 接着还有有奖争达跟抽奖的活动 以及小朋友们所带来的演出 创世基金会台东分院 目前已经收治了37位的植物人 但是还有10多人取了创世基金会的协助 可惜台东分院的船位已经达到了极限 因此为了进行扩院工作并筹措金费 15号上午邀请了小朋友世界里面相当具有名气的Poly 救援小英雄来到台东进行公益演出 今年很特别我们连接到了Poly的总代理 台湾总代理公司来台东做公益的演出 那这些的经费呢 我们是300元的捐款就有一张的入场券 那这些经费呢就是用在我们今年过院的经费当中 那这一次就是进场的人大概有600多位的捐款这样子 那所以这些经费就是会用在今年当中 活动还没开始 小朋友就跟家长们在体育馆外排队等待入场 而民众们只要捐300元就能够换得入场券 这些募集而来的经费将全数的运用在扩院工作上 期待在过年之前能够尽快完成 台东呢目前我们有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安养院一个是道宅服务 那安养院的服务其实37床 37床满床那我们今年积极扩院 那在道宅的部分呢我们还有植物人个案 家老人的卧床的个案呢总共有70多位 这也是我们在道宅部分免费服务的这一块 那今年我们就是比较着重在扩床当中 那希望明年过年的时候呢 过年年就是前后的时候可以 建院能够完成 让需要进来的植物人个案跟家属能够帮忙到 小朋友跟着POLI一起 度过快乐的周末 与此同时也和家长们一起贡献出了爱心 早日让扩院工作完成 让那些没办法和大家一起唱唱跳跳 参与活动的植物人 未来可以受到更完善的照顾 记转起轮 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